来到第三场的赛事 这场是三班 第三场跑了2800米 首选方面选5号号码 白门落草地那一货 见何宅瑶和他试四台进展 后脚相当之有力 马申做得相当之好 计状态依然无疑问 最近两场表现稳定 虽然你可以说上一场 在国际赛日中赚了快捕捉 不过正常发挥可爱保龙活影 都是这三班有实力指标的马匹 我相信为球赚分打比的入场 这场应该继续拼命 磅位也有这个优势 次选四通八达 上一场表现前快后快赢 这场是1600米 都是嘉诚赢 我相信技能要求方面 他也不算太差 1600米都是跟得急的 而今次虽然上1800米 但这一组的对手 不算很多快马 我相信他在9档切捕捉 可能都可以操控到一个捕捉 我觉得这款马也是 一直持续进步 当中要要的 第三选 看看14多上一场 1月6日321那场 是什么马来的呢? 就是比加超 一出门出门 就因证了外档 要捉在后面 初选里面 我没有要到他 要了一只喜连奇声 和蒙古王 两只 就是几只马上一场 都是对鱼过的 最后为什么要比加超呢? 三只马我觉得 都没用过力 是,喜连奇声 为什么拉斯真是狠扑 但是比加超 今次排五档 可能会摄到一个好位 就是可以和 宽乐之光串销那场的好位 而奇连奇声 看回到最后试跑 直马都没算很放松 八档我怕是抢口 蒙古王就没有这个赛绩的依据 所以三只档 没有用力在后面跟跑的马 我们已经要回比加超 这些老王中 可不可以摄入一直 第三场里面 选了5号好马 9号四通八达 还有上马比加超